而市民代表蔡毅阳则是表示 这一次的地震不论是中央或是县政府 都募得了不少的捐款 而这些款项如何能用在花莲的灾民身上 蔡毅阳要求施工所要汇整各科室的想法 主动的向上级提出计划申请 才有机会让资金有效的运用到花莲市 市民代表蔡毅阳指出 这次地震不论是中央或县政府 都募得不少捐款 而这些款项如何可以用在花莲灾民身上 蔡毅阳要求施工所汇整各科室想法 主动向上级提出计划申请 才可以有机会让资金运用在花莲 我们公所应该要主动的出击来 来针对灾民的需求 还有市区所有的需求 来提出公所型的附件计划 而不是说我们能力不到 我们就没办法争取 不是 是我们去争取了 才知道拿不拿得到这些经费 来照顾我们的灾民 给他们援助 那这是这一次我咨询的重点 所以我每一个 我们资工所团队每个都是精英 那我们希望他们主动的提出 可以为我们市民做什么 那加上我们代表会各个代表的建议 那我们依照公务预算跟非公务预算 那非公务预算的部分 我们可不可以去争取这个中央的善款 或者是县府的善款来支应 那不管是租金补贴 心理辅导 那相关的相关相关等等等等的 希望可以在这一次的会议 让公所团队整个动起来 不要再等待 市公所各科室主管一一上台 说明各自的业务范围 能够为地震灾后附件做些什么 蔡阳请主秘会整市公所和代表会提出的想法 用专案计划向上级提出经费争取 让爱心捐款可以在花莲市民身上发挥效益 借理会幻视报道